劫匪将两枚5.56毫米子弹塞进枪膛 然后躲入沙坑里等待运钞车的到来 他的同伴则携带喷火器埋伏在另一边 很快运钞车缓缓驶来 停在了两人附近 司机看到前面的沙堆瞬间察觉到异常 他赶紧操控摄像头观察附近的情况 但并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于是他发动汽车准备继续前进 不料车轮却陷入了沙子里 司机想到车摆脱困境 车轮却因此陷得更深 警方请求支援 并启动了摄像头上的机枪胡乱扫射 然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劫匪藏在什么位置 直到子弹打光了也没发现人影 反而被对方连续几枪打坏了摄像头 劫匪老大强哥则躲在侧面喷 车头被烧得一片漆黑 随着车内的温度持续升高 司机和安保只得汽车逃跑 但劫匪怎么可能放过他们 他早已架起了狙击枪 受到惊吓的司机对着强哥疯狂输出 差点将他一枪爆头 可最终还是被劫匪当场送去西北 眼看危机解除 两人立马奔向运钞车 与此同时 警局里已乱成了一锅粥 为了尽快抓到劫匪 他们火速派人赶往现场 而劫匪已从沙子里挖出了提前藏好的备胎 并用千斤顶将车身顶起 他们快速把备胎安上 这么熟练的手法显然不是第一次 不到两分钟便全部搞定 接着他们又开始处理尸体 等到尸体处理完 其他同伙则从沙里抽出钢铁履带 并垫在轮胎前方 这样车子便能从沙坑里爬上岸 随着强哥轻踩油门 运钞车顺利驶出 为了避免车轮再次陷入 劫匪将履带拖到前方一字排开 没一会的功夫便抵达了指定地点 更让人没想到的是 他们为了摆脱警方的追捕 竟然在沙漠里提前挖出一个大坑 把运钞车开到了里面 就在他们准备掩盖沙坑的痕迹时 一辆小汽车正朝着他们快速靠近 几名劫飞抢了一辆运钞车 并将车子开进提前挖好的沙坑里 为了躲避警方的追踪 其中一人爬上铁架把钢板铺在上方 另一人则用沙子盖住钢板 可痕迹还是太过明显 于是他们调来一架直升机 等同伴从唯一的通道进入沙坑后 直升机在原地低空飞行 螺旋桨产生的锋利将沙子吹得十分均匀 这样看起来显得更加自然 很快直升机完成任务准备返回 飞行员却发现不远处驶来一辆小车 他赶紧把情况汇报给老大强哥 强哥害怕事情暴露让他干掉司机 直升机立马来到汽车前方 看着飞行员拿出武器 司机顿时吓得仓皇而逃 可人怎么跑得过飞机 最终还是被飞行员射成了马蜂窝 得知司机已被击毙 强哥立刻返回沙漠 因为一旦尸体被警方发现 他们肯定会对附近展开全面搜查 于是强哥挖了个坑打算就地掩埃 可他刚把尸体处理掉 一辆警车便呼啸而至 强哥赶紧跑到车上 戴上墨镜假装成车主 很快警察便将其拦下 并要求他下车接受检查 强哥不敢把事情闹大 只能乖乖地下车双手抱头 但警察并没有因此放松警惕 而是让他趴在车上 将他全身上下搜了个遍 虽然什么都没有找到 但他也不能确定强哥是否与劫匪有关 所以只能将他抓起来再说 与此同时 又有大批警察感动 剩余的劫匪听到动静不敢发出声响 警察将附近团团包围 并对周边展开地毯式搜索 然而几小时过去了 却没有任何发现 警长大发雷霆 这么大的运超车 怎么会凭空消失 他当即下令必须要找到 随后亲自坐上直升机 开始四处寻找 可直到第二天 他们都没有任何线索 于是只得把警局里的强哥放走 返回现场的强哥 趁他们不注意 又偷偷回到了沙坑里 如今此地不宜久留 他们打算拿完钱赶紧跑路 不料意外却再次出现 原来运超车门被一根钢管卡住 从外面根本打不开 这就意味着车厢内还有其他安保 为了逼他们主动开门 所有人都带上防毒面罩 开始往通宗口内释放催泪瓦斯 想以此逼迫里面的安保主动开门 两人被熏得够呛 于是赶紧拿出防毒面罩 可这玩意只有一个 另一人只能用湿毛巾捂住 随着烟雾不断灌入 这小子再也坚持不住了 只能和劫匪谈判 他提出开门可以 但要保证两人的安全 强哥表面上答应了他的请求 暗地里却让手下在旁边埋伏好 毫不知情的安保打开钢门 下一秒便遭到劫匪疯狂扫射 好在他临死前 干掉了车顶的一名劫匪 这波一换一完全不亏 另一位安保立马关闭钢门 想让他再次打开是不可能了 于是劫匪拿出高温喷枪 打算从底部最薄弱的地方下手 不久后终于烧穿了一个小孔 这也让劫匪们看到了希望 不料此时又有直升机赶来 是警长再次带人前来搜查 这样下去迟早会被发现 一名劫匪变得焦躁不安 他责怪同伴的动作太慢 说完还动起了手 强哥见状赶紧上前制止 安保趁内讧时打开钢门 拿起机枪就是一顿秃秃 没一会劫匪全都领了盒饭 只剩受伤的强哥还活着 突然他看到地上的冲锋枪 于是立马伸手去拿 安保正想检查有没有活口时 强哥迅速扣动扳机 只是这枪法实在太烂 如此近的距离都没有将对方干掉 强哥追过去想要补枪 可受伤的安保再次躲进了车内 不过强哥并没有放弃 而是继续拿起高温喷枪一顿呲 赶在燃气耗尽之前 烧出了一个网口大的窟窿 幸运的是窟窿刚好在电源附近 强哥摸索着将线路连接到一起 终于打开了这可恶的大门 他小心翼翼地上前查看 才发现安保早已没了呼吸 如今所有危机全部解除 强哥打开其中一个箱子 里面装满了数不清的马妹 另一个箱子里则全是精挑 可他只是高兴了一回 就因失血过多领了盒饭 这也验证了那句老话 多行不易必自闭 不易必自闻